大家好,我是Workerace的負責人 洪玲,今天第一次接觸到東洋的AK50 有些心得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剛剛我們稍微試乘一下AK50這台車 它的引擎跟傳動輸出基本上是還蠻不錯的 不排除未來我們公司有機會可能會開發這台車的傳動 來改善一些它的動力輸出上的線性 那洪玲大哥請教一下,你騎了AK50之後 你覺得你們家最拿手的油冷排系統 有沒有機會發揮在AK50上面 未來有機會的話,可以試著嘗試發展看看 因為畢竟有油冷的話,對四重車的車子是會比較好 可以增加機油的長效性以及耐後性 所以我覺得油冷排是現在四星程的車子 不可或缺的一些產品 那你們家現在客製化的部分有哪一些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們的特色是什麼 是你們油冷的油路呢? 還是說你們配色上是可以讓大家客製的? 我們基本上看得到的配件只要可以拆解的 全部都可以更換顏色 然後再來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是做組合式的方式 所以我們做四管、五管、六管 然後相對在裡面的油道上 有做一些比較特殊的設計 我們做四管同出跟六管同出的 是針對一些油壓比較低的車子做一些設計 你說一inar 嗯 擊匀 無尊 醉